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文贵9月1号 9月1号2017年 文贵反盗国贼 反盗国贼 爆料第二季 第一季已经结束了 第二季的第一季 孟建柱和孙力军的盗国监国爆料 大家都知道 孟建柱此人非同了得 这个人呢 这个切步说以前他在农场 待了多长时间 就先说说他1998年 到2001年这些时间 那孟建柱是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那个时候是最没有权力 可以说他也是最没有政治根基的时候 被派到了江西去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 孟建柱先生 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之旅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给当时的江泽民先生总书记 你的家人建立了最紧密的政治关系 大家不要管看孟建柱先生 过去的当时在江苏老家 在上海的几个县当县委书记 到最后到农场 到市委当副秘书长 包括农委会主任 那一段时间 他是在上海和朱镕基市长 江泽民书记建立了信任 建立了关系 但还不至于他也不配当同盟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结交了江家最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实际上的江家的实际控制人 江绵恒先生 由于和江绵恒先生 他们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 那么后来就决定了 那么后来就决定了孟建柱书记成为一国之 几乎是要影子皇帝 实实在在的江家的代言人 他的每一步晋升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的政治走向 当然他也影响了14亿人民的安全 幸福与福祉 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 中国最重要及邓家之后 有了江泽民家族的新的一个皇帝 那就是以江泽民先生为中心的中国 一把手 也就是新皇帝 当时江泽民上来以后 在北京和刘华经 乔什等人的斗争 还有李瑞怀 当时可以说是由于曾庆红先生的辅佐 江家大赢 但是江家既重整了部队以后 夺回了攻减法的这个刀把子 夺在江家彻底夺得了枪把子 和中纪委的脚链子 然后既利用 朱镕基和王岐山这些年来的勾搭 和利益集团 彻底的垄断了中国的金融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 中国过去的二十年 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家族的影子 过去三十年和现在三十年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江和僧的前十年 也是处于在争权独立的时代 之中江 在这个真正的夺的这个在邓之后 获得了真正的权利 也就是核心 然后他成了三个代表的创始人 中国改革开放 而且让工典法不做生意 军队不做生意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包括六四之后的所有国际关系 都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江家的时代也就到了 必须客观的说 没有江曾的这个国际意识 和上海人接触国际上的这种先进理念 和他们喜欢英国文化 这个英式文化 西方文化 美式文化的这种根基 就没有后来的江和朱和曾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候 既刘华清 既这个乔石被收拾掉以后 邓家基本出于首饰 等待了他们家隔代指的胡锦涛上任的时候 江家开始了新的江家王朝的开始 也就是有一本书叫江泽民先生 写的江泽民先生的 他改变了中国 他们那个时期 有很多事情是先有人知道 但是是很残烈的 当然那个时代出现了 巨多的盗国贼 其中之一就是 朱镕基是全人类最大的骗子 盗国贼 朱镕基的女儿 朱镕基的儿子 为什么都会搞金融 为什么要搞一个中金 为什么要控制中国银行 很简单道理 你那儿子你那个女儿 那长了翅膀了 他长了天生在他妈肚里生出来 他就懂金融 显然无事 中国十四亿人才拨了去了 朱镕基的腐败 导致了中国建设银行原来的这些行长被抓 所有的朱小华这些人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王雪斌 实时上他的一百个棺材 那全是骗老百姓的 恰恰相反 是由于江珠时代 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走向国际 成就了中国经济 但是让下岗之工 事实上在迁入WTO的时候 给中国人埋下了一个最大的定时炸弹 那就是过度开发 过度发展 过度的开始实行了 中国所谓的这个不记后果的污染经济发展 叫卖死工经济 才导致了当时的国家到今天这几十年的灾难 土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 下岗之工的这种用维稳解决的方式 是彻彻底底的把中国的工人阶级 不公平的已经给换为了 所谓的今天低端人扣群 导致了中国大量的维稳事件 无法继续 无法让社会稳定下去 这个时候江泽民时代 等江泽民的王朝时代 同时建立了新的利益计划 其中大家很难知道的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实际江泽民先生最听的就是江绵恒 江绵恒绝对是中国 过去几年影子政策 江泽江绵恒可以说一言九鼎 连他爹都听他的 有时江泽民先生爱和女服务员聊天 在屋里坐着 跟外面的隔壁房间的女服务员拿电话聊天 他老伴来了 王冶平来了 他都不在了 但是见到了江绵恒来 吓得把电话就马上挂掉了 江泽民先生爱游泳 要女服务员陪着 但是江绵恒先生来了 那就女服务员得少一点 那么所有的所谓的国家副国级部级的任命 没有江绵恒先生认可 那绝不可能 那么孟建柱先生 就是专了这个控制 他为这个江绵恒先生 威胁别人 恐吓别人 暗虚杀人 江绵恒先生 从2004到2008年 几次还圣 在南京医院 都是背后的组织 和背后的选人 还有这个圣的派对 配对 都是有当时的孟建柱先生 还有上海的政法委的领导 军队的几个领导 一起进行的 这个 孟建柱和江绵恒先生的生死之交 就是从江绵恒的幻善开始 从幻善 到经济基础 江绵恒先生 统治了上海银行 统治了上海实业国际发展 统治了上海94公司 统治了上海的科技领域 包括当时中国的网通 后来的联通 还有田树宁 跟他搞的联通 这个背后的运作人 也就是杀手机的人物 欲佛杀佛 欲神杀神的人物 其中之一就是孟建柱 也就是说 在2001年 这个左右 孟建柱书记 一直到2004 那时和江绵恒先生 建立了最最深厚的革命友谊 把过去的革命基础 革命关系 再次确认为 是江家的代言人 孟建柱书记 在江西期间 他的所作所为 无人不知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大家要是看一看 今天 维稳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信访 信访 信访的中央负责人是谁呀 国务院副秘书长 信访办主任 书晓晴 书晓晴又是谁呢 大家查一查 书晓晴是当时 孟建柱书记 到了江西后 从98年 到2001年 在那当景德镇的市委书记的人 然后 孟建柱书记 把他收为情人 同睡觉的情人后 从景德镇书记 马上提拔到 江西省 到南昌跟他上班 政法委书记 省委常委 2001到2008期间 孟建柱书一样 跟这个 书晓晴女士的事情 无人不知 更为二 上班 我们下班 请订阅